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进中欧和南欧的地区 这个黑手呢 指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显示1021号的时候呢 由中方乘舰的 从塞浦路斯到匈牙利的 这样的一个铁路 现在已经通车了 这一段铁路呢 全长6.9公里 看上去呢 这是一个好消息 两地呢 就是从贝尔格莱德 到布达佩斯的火车的车程呢 缩短了不少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样的一个效益啊 只会是暂时的 因为这些国家很快就会发现 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后 所带来的工程质量 真的是令人堪忧的 可能用不了几年 这个火车线路的各种问题 就会频发 百姓伤亡不说 更会引起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 它引起的 这个无限的这种 祸端 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所以说这些国家呢 应该认清楚 就是说 世界上这个所谓中国制造啊 以前的那个世界工厂啊 已经是一去不复乏了 中国制造的四个字 面临的 它可能就会 是等同于低质量 低人权成本 而且呢 是很长的 这样的一个 维护和运营的 这样的一个周期 而且呢 中共啊 把他的黑鼠 伸向这个地区 很明显是有意的 要肢解欧盟啊 在人权 以及国际正义方面 与美国所达成的 这个价值联盟体系 因为中共啊 看到 它呢 如果说去拉拢德法英 这样的大国的话 往往不容易奏效 但是对于相对来讲 比较小一点的国家 比如说像南联盟 像塞浦路斯 像波兰 像马尔汤 克罗地亚 这样的一些 欧洲传统价值的 这些相对来讲 比较小一点的 中东欧国家 这就成为了 中共比较喜欢去 发动它的外交攻势的一方面 中共发动的这些外交攻势 将来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在关键的议题上 希望这些国家 能够给中共 投上一票 从而呢 能够把中共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啊 在其他的国际场合 能够面子上更好看一些 当然 这些国家在关键时刻 能不能够 和中共进行合作呢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那还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呢 美国正在批评啊 中共对于这个地区的渗透 正在渗透的是一种 独裁的和不良的价值观 美国认为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往往存在着质量比较低 而且侵犯劳工权益 以及呢 使得相关的受接受的援助国呢 债台高筑的这个情况 一带一路 就是整个的这种不良的 这种经济侵略的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说 中共的外交部 也不要对此啊 进行一个辩解了 越辩解 越描 就会越黑 事实上外界都发现 明眼人的心里都清楚 中共呢 对于欧洲的这个觊触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所以说呢 中共发现 如果说能够把 中欧东欧的这些国家 能够解决掉的话 那么能够更容易 让俄罗斯加入到 与中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当中 最近呢 大家都看到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 曾经回答过一些 关于记者的提问 普京呢 主动的向北京 伸出了橄榄枝 要与北京搞什么军事同盟 中国呢 对此还没有全然接受 只是说呢 这个中国关系 现在来讲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 双方的任何合作 都是有可能的 这很明显 就是把中俄之间 下一步的这种合作呢 给它敞开了任何的 可能层级的大美 所以说中俄之间的这个合作 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家之关 对抗自由世界 有可能是下一步 新冷战的一个新的格局 这是我们 所有值得观察和期待的事情 好的 今天的新闻评点和国际政经观察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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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